蜂姐是不是世界末日了? 什麼都沒有了 今天的減肥早餐也是蜜皮 經過昨天的珍珠奶茶和日式炒麵 加上大阪師傅的試煉 我是沒有胖的 不過今天也是乖乖的 早餐和午餐吃清一點 午餐就是吃了湯渣 有鑼頭 熟米 還有肉 喝了兩碗湯 晚餐出去了傾合作 雖然大衣服很風球 但還是風平浪靜 然後去了中東餐廳吃飯 我主要的晚餐就是吃了沙律菜 串燒 還有牛肉 鏡 親愛的言語 叫位關元 為善 叫位關元 叫位頒 叫位關元 幫助 叫位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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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的时候 我们决定外面做的风平浪静 就用Doki数一数火 但是来到的时候 发现真的好像世界末日 那些佛街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选择 连平时很多牛扒都没有了 菜呢 完全没有了 这个排队的人龙非常长 反而零食很充足 不知道是否刚刚补充房 然后继续我的炮脚减肥法 想知道我受了多少 记住关注啊 下集见啦 Hello 我是艾琪艾琪 如果想收看更多关于旅游 美食 打岔会或移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啦 和开启小铃铛 请提示一下 原来尖沙咀的分点 在左边那边排队 是可以自助支付 不用拍太长 但我们排到最前面的时候 才发现是可以在左边进去 最终一天又继续我的炮脚减肥法 想知道我受了多少 记住关注我啦 下集见啦